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公费流感疫苗开打两个多礼拜 已经打出了364万剂 但是高风险族群 学龄前幼童接种率还是偏低 截至目前为止只打出29.8% 距离目标值的55% 还差29万人 台北市家长抱怨 从20号开始 台北市只能到联一复设 12区院外门诊施打 公务体系施打时间固定 上班族家长除非请假 否则很难配合 联一方面下午也出面说明 因为受限疫苗数量 会尽量满足各界需求 公费流感疫苗强打直乱 造成疫苗短缺 北市20号起 集中配送每日100剂 给联一复设12区院外门诊 不止诊所反弹 太独厚公务体系 连家长也很反弹 有点麻烦 居住地附近的医院 或是诊所可以施打 会比较方便一点 毕竟我们都有 如果要上班 或者是说带那么多小孩的话 真的蛮麻烦 要专程跑一趟 像我们在学校那边 也都不能打 他的疫苗都不够 公务体系时间固定 但对上班族家长来说 除非请假 否则实在不方便 这也间接造成 高风险族群之一的 旋邻前幼儿 接种率无法达标的原因之一 举统计到目前为止 旋邻前幼儿 接种率有29.8% 群练同期则是有31.7% 群练目标值的55.5% 还差29万名幼儿 上班的时间的因素 让小孩子要打 是不是会增加的困难 那我们把这意见 转达给市政府 因地质疑的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困难的状况下 做了调整 也是希望说 尽量供应量的部分 慢慢地打开来以后 那这个现象都可以被解决 受限疫苗数量 只能尽量满足 但对家长最关注的 开打时间是否跟具有弹性 依旧无限原地打转 接着杜学侯这一轮台北报道